有请获奖者发表获奖感言 恭喜 谢谢华哥 还有静姐 首先感谢中国文莲 感谢中国电影家协会 感谢经济的组委会 对人生大事这部电影的喜爱 然后对我的鼓励 真的谢谢 我真的没想到 有一天我真的 真的可以站在这里 今天现在此刻 我觉得就是我的人生大事 然后今天是我从电影权毕业的第12年 在这12年里面只要有机会 我就会去尝试去拍电影 不为别的就是热爱 真的热爱电影 然后其实我 我合作过很多很多演员 我觉得我们中国不缺乏好的演员 但是有时候缺的可能只是一个机会 所以我真的是很幸运的那一个 遇到了人生大事 遇到了莫三妹 所以我在这里我想感谢 感谢坚持寒言 感谢你 慧眼识珠 感谢 感谢你相信我可以 有能力去塑造角色 然后感谢连润影业 感谢 江江导演 感谢你把有武汉特色这样的烟火人间搬到了大萤幕上 然后感谢人生大事 戏里戏外 不是戏里戏外 是台前幕后所有的工作人员 然后感谢上天堂里的小伙伴们 还有感谢和我对手戏最多的小文 杨佑小朋友 真的 我真的非常感谢你 感谢你在四个月当中的对我的信任 小朋友拍戏真的不容易 然后最后你也展现出来最真诚 最灵动的表演 谢谢你 然后 这第一次感谢 我还想感谢培养我的电影学院 然后感谢我的老师 崔晴琴老师 感谢一直陪伴我的团队 感谢我的家人 对我妈说让我必须要感谢她 感谢我的爸爸妈妈 然后 然后感谢这一路上所有帮助过我的人 我继续加油 谢谢大家